大家好,我现在是在河南省的临州市 这里是临州红旗局景区 今天是在他的停车场 在停车场的下面是条河 看上去也不错 都已经买过了是80 我在网上订了 现在去他那个检票口 要从这个桥上过去 红色天桥 这是玻璃的呀 不敢走上去 这里来了好多学生 我看策畔市区应该是从周农那边过来的 这边呢就是检票口啊 有散通通道有团队通道 青年洞啊从这边上去 好多学生 开着爬山 听懂的台阶啊 爬上了一段 还有一段 来吧继续爬 这是第三段 谢一口 再继续爬 现在已经上来了 上来以后这边是有凳子可以坐着歇息的 这应该就是红旗局了 取水 那边是不能过的 应该是上这边走 青年洞 露子鸭 应该往那边走 取水 看一下四周的风景啊 挺漂亮的 在网上购票以后啊 是不需要再换票的 买过以后有个二维码 出事这个二维码就行了 就可以进来了 不用再去售票口换票了 这点挺方便的 是我来的时候走的路 现在继续往前走啊 还是可以沿着这个红旗 一直往前走的 很大好好手机 掉下去啊 要不成了 这还卖吃的 这个取水还挺黄的 看一下 当年啊 没有重型工具啊 都是靠手 然后开挖的 太厉害了 这边有吊桥 但是应该是收费的 去从这边走 林州呢 以前叫林县 在历史上 这里是严重干旱缺水的 这是小推车 应该是把这个石头啊 从山上推到山下 继续往前走 为了改变因缺水造成的穷困 林县人民从1960年2月开始修建红旗区 历史十年 开潮总干区长达70.6公里 全部开潮在太行山腰 工程极其艰险 这项工程是和我国长城一样的伟大工程 被世人称之为人工天河 在国际上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如果走吊桥的话 直接从这个山腰穿过来了 看一下山下的风景啊 我这边到创业洞了 创业洞 这是创业洞的简介 大家可以看一下 现在要爬个台阶 自己往上爬 有些斗啊 需要抓着铁链 还行 就是有点窄 还挺好走的 年路两半山 还有灯太花 这边有个亭子啊 上去看一下 上来了 这边下去啊 视野好开阔啊 创业洞的另一个口 我总感觉这里面掉的应该有手机 因为掉下去就拿不上来了 风景还挺漂亮的 劈开太行山 下面应该就是当年 开凿的碎石 这条路也就能容纳两个人 侧着身过去 山下的碎石 这应该都是当年开凿的 下面呢就是团结洞 前面就是团结洞啊 然后看一下团结洞的简介 团结洞继续往前走 老炮岩 这是老炮岩的简介 老炮岩叫烧炮 继续往前走啊 山下的风景啊 这上面刻的还有人脸的 这上面刻的还有人脸的 太行回升 继续往前走 那是锁道的上站 锁道的下站 西区锁道 刚才那个地方 你可以选择做锁道上站 不用再走这种山道了 太行影像 这是简介 看一下 继续往前走 就是那群学生 他们走的其实挺快的 只是有时候教官让他们前面的要等一等 所以呢 他们现在才走到那边 应该是拦截上游垃圾的 继续往前走 这应该是可以坐船的 继续往前走 那边的盘山路 这段路还挺长的 我走的有一会儿了 我还在前面 红旗区 这都是找出来的呀 天河太行 红旗区 这边上哪的呀 这就是上山路了 青年洞还在前面 但是呢 这就是上山路呀 先去青年洞嘛 红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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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鸽子在南南上走啊 看一下 这路都挺宽了 刚才那边有点窄啊 红旗区 纪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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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面的村庄 这是可以坐船的 南旺红旗区 这已经到达了青年洞啊 三杯 青年洞 洞里是可以坐船过去的 青年洞 锅抹肉 青年洞 总长是616米 高5米 宽6.2米 因为参加着洞的是300名青年 所以呢 叫做青年洞 现在走上山路 上山 可以上山了 一线天 雀桥 从这边 上山 这天有低着头走啊 蜂窝崖 一下风景啊 挺漂亮的 走过来了 阿郎的成衣 这是简介 看一下 继续往前走 虎口鸭 这是虎口鸭的简介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三个起步的牌子 下面呢 是 红旗区 这应该是当年写的标语啊 前面就是一线天了 深层倾斜之谜 大家可以看一下 继续往前走 凌云亭 哇 从这边上去啊 这是个旋转的楼梯 铁字的 哇 上 大家看一下 现在已经上来了 今天 哇 好窄啊 台阶呢 只能容下半个脚 继续爬 没了呀 哎呀 前面宽一点 我又不累 里面挺凉快的 上来了 中间那一段有些窄 需要测身 但是我背着有背包啊 测身没用 从这边上山 继续走 这边有个岔路口 双锁关 双龙洞啊 走哪边呢 走双龙洞啊 走 有点窄啊 哎呦 上来了 过去 上个铁台阶 那个双锁关 就从这边上来 从这边走 便是要爬台阶 还挺窄的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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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边上去 上到雷队了 最好是单人过了 继续上 能上来了 他说 他说上山和下山 应该不走回头路的 如果都是同一条路 能堵死了 这么窄 台阶还长还陡啊 爬吧 上来了 但是这上面也还是有一个挺陡的台阶啊 还好两边有铁链 可以拽着上 上关 原来就是这个 以上 已经上来了 继续往前走 继续往前走 但这边一个岔路口 这边快一点啊 我从这边吧 看一下远处的风景啊 现在就好走多了 刚开始那边 还陡 还险 前面就是那个吊桥 在这里可以看到青年洞的 学生们在青年洞的 应该快到了这个吊桥 这是可以做玻璃滑到下山的 吊桥 就在上面了 还好啊 下面不是透明的啊 透明的 我挺怕的 这边是玉黄啥呀 玉黄阁吗 好了 走这个吊桥 从那边过去 两两五四三 走吧 这边上面晃一晃的 哎呀 我恐怖 但是 我不往下看 我就往前走 反正 它也不是玻璃的 哎呦 又一晃一晃的 啊 看一下 太恐怖了 它走的 它那个铁皮 我的天呀 太恐怖了 也是挺恐怖的 现在已经从 紫桥这边过来了 站住 那个山上住的是有人的 这就是锁刀的上站 这就是锁刀的上站 风景挺漂亮的 哇 这台铁挺长的 也挺陡的 上吧 继续爬 这边 这边 现在有个城市 现在有个城市 安全可靠 老少街仪 山顶为宿有一脚踏三省 金明玉镜记的阳凤岛 是著名的南盛观景之地 山顶建有12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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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say 好多年没见过 远路返回都没啥呀 主要是还要 吊桥返回去 对这东西都是天生的恐惧啊 没办法 硬的头皮走吧 南下无你啊 太行山 哎别说 这是胆子大一点 敢在这拍视频了 书旗说到 那边有村庄 这还有路呢 我怎么也坐索道下去 买过了35人 主要我看他下山路 还有原路返回 所以呢我选择坐索道 下去的路太窄了 一个人呢 是需要坐在这边 然后坐中间的 就我一个人 看一下时间后啊 没有多远 挺快的 好像就15分钟就下去了 看一下啊 他不是很高 已经到站了呀 这就是出口 从这边出去 然后再步行 走到情侧场就行了 这是10点15啊 我看走到情侧场 大概有多长时间 他这里也是可以坐这个观光车的 观光车我就不坐了 这路其实挺好走的 稍微带来下坡 他又走到这个桥这边了 马上就到情侧场了 周边的风景啊 挺不错的 哎呀这个水啊 挺壮观的 来说没往后看 没注意到 哎 这边有人啊 也是可以过去参观的 过去的 那是10点37分 我已经到达情侧场了 用时22分钟呀 我是8点啊 到达了这个停车场 然后现在呢 10点37分了 我一共在这里 玩了两个小时 37分钟 现在准备就回去了 他这还有个五位呢 就是太阳大峡谷 我决定啊 不去了 在家休息休息啊 就准备去湖北了 这个视频呢 就拍到这里 谢谢观看 再见